各位好,今天要來繼續介紹右手在銅拔上面的節奏變化 仍然是以八分音符律動為主 一般是一拍打兩下的hi-hat或者是right 那這個第一個變形就是打在每拍的後半拍 也就是連續兩個八分音符的後面那一個 可以說是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就是打在and的這個位置 那這個在前面一支影片已經介紹過了 今天我要帶入另外一個新的節奏變化 就是有三三二的感覺的這樣的節奏 當然三三二的節奏有非常多種 今天這一個是每個三的第三顆音符要打 所以是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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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的感覺 但是每拍有四個十六分音符 那所以打起來會是這樣 嗯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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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這樣的順序打下去 但是加上算拍子的時候 你會發現第一拍會打在第三顆 第三顆十六分音符 也就是one and的這個位置 第二拍會打在第二顆十六分音符 也就是two e and are的這個位置 第三拍會打在第一顆音符 跟第四顆十六分音符 就是three e and are 這兩個位置 第四拍我們再打回第三顆音符 也就是four e and are這個位置 所以連接起來會是這樣子的 我先慢一點喔 來囉 one e and are two e and are three e and are four e and are 練習得比較熟悉了 比較熟練了以後 你就可以不用念這個e and are的位置 但是一樣可以打得很準 我現在速度稍微加快一點 省略en are的這個聲音 來囉 one two three fou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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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把右手的這個節奏 搭配最常見的就是 第一拍大鼓第二拍小鼓 第三拍大鼓第四拍小鼓 這樣子的律動 把這個律動跟右手的這個pattern把它結合起來 那先用鼓刷來試試看 在這裡我說明一下我喜歡用鼓刷來玩的原因是因為它有一個音色的音色的音色 你可以打在這些效果板上面使用有一點壓的技巧 這個壓住的聲音會跟直接放開的聲音 放開打的聲音聽起來不太一樣 所以這樣子有一點不一樣的touch創造聲音的變化 有點接近手鼓的那種技巧 其實用鼓刷來表現會滿適合也滿有趣的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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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就是剛剛打的這個332的拍子 可以在這些效果把之間切換 創造一些音色的變化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現在我用鼓棒把剛剛的節奏再試一遍 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